剛手術今天就復工 現在整個狀態都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就是... 感覺很像蟲蛇 如果說手術我發現應該穿個小手術吧 但是心境上面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狀況 晨熙,昨天剛手術今天就復工對不對? 現在整個狀態都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就是... 感覺很像蟲蛇 是 但是心境感覺不一樣 雖然是...如果說手術我發現應該穿個小手術吧 是 但是心境上面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狀況 一開始的時候我接到電話 我就還想說是誰打來 我還說喂 然後他就說我們這是醫院 然後我說什麼醫院 然後他就說我們是核心這邊 然後你的報告出來了 然後他就說 但是因為報告有一些異常 我說蛤?什麼異常 他就說這個需要你再回診 然後醫生在跟你說明 我就覺得事情好像大條 對 有點嚴重這樣 然後一回去 然後醫生就在跟我解釋報告就說 哦...我可能已經就是 有這個癌前病變了 然後他已經不是輕度的 是 根本的醫生就說 叫我們去討論一下 就是他有沒有生育的想法 然後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有影響 或者是他可能切 就可能沒有辦法切這麼大塊 對 那切...沒辦法切這麼大塊的話 因為他不能確保說那個變異的那個 細胞是擴散到哪邊 所以就是... 呃... 可能會有殘留在上面 齁...對 所以他有跟你講切多大嗎 沒有他就...問我說... 問你... 有三個方法 對 一個就是... 你就在繼續追蹤嘛 對 就是因為他... 畢竟他是癌前的病變 是 沒有說已經... 已經變成癌症 對 但是他再拖下去 有可能 他...不是... 他就是會變成癌症 哦...對 但是問題是... 不知道多久 是 因為這是一個... 不確定的 嗯... 有時候可能幾年 或者是怎麼樣 嗯... 然後... 所以他說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再繼續 密切的追蹤 我們可能... 三個月就... 就去做一次檢查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 你想要把它切除 第二個就是他... 他切的沒有... 這麼的... 範圍這麼大 對 那就是... 可能... 生育上面... 比較不會的問題 是 那... 可是他就沒有辦法... 確定的說 已經把那個都... 清楚... 哦...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 一次切比較大塊 是 是... 然後他帶我回去討論一下 所以我第一次聽回去 我就... 跟我老公說 欸...是這個狀況欸 然後他一聽這個情形 他就說... 他說... 那當然是你... 以你為主啊 那就是... 一次就把它... 就是清除乾淨啊 要保障你最重要啊 是... 然後我就想說... 哦... 好像有一點感動 所以你之前都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或是有些出血或什麼的 都沒有 這個是完全不會有什麼症狀 有症狀 有症狀 所以... 這個是... 如果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是很嚴重的 因為都沒有感覺 對... 真的是癌的 不知道自己起的時候才會發現 哦... 所以... 真的就是要做... 就... 早點發現這樣子 一定啊... 就是好像... 好像說這個... 子宮頸啊 是... 原本是... 女性很前面的癌症 但是因為後來有某片 一直這樣推一直推 然後大家都及早發現 是... 才變得比較後面的名字 是... 是... 那... 你跟你先生有沒有... 譬如說...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跟性生活有一定的關係 你沒有討論嗎 原因 沒有欸 沒有欸 另外就是... 覺得... 得到的機率 就是很大 因為我有問醫生啊 然後醫生就說 就是... 不確定 因為他有問我說 我自己本身有沒有喝酒 然後... 一些... 不良習慣 不良習慣喝酒 熬夜什麼的 嗯... 但是他說這個... 因素很多 有可能是... 基因 也有可能是環境 就是... 完全... 不知道是怎麼樣 但是... 可能... 女生得到的機率就是... 對... 比較高 所以你本來的生育計畫 現在也有影響嗎 嗯... 沒有 因為我第二個醫生就說... 我又去找回我第二個醫生 因為我就是覺得... 實在太令我... 有一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嗯... 因為雖然我... 我老公這樣說 可是... 我還是會覺得說... 如果還是有一點影響的話 我好像還是會有點怕 當然 所以我又再去找了... 我原本的醫生問說... 嗯... 到底狀況怎樣 他就說... 嗯... 好像... 也沒有到影響這麼大 因為他就是說... 那個... 陰道... 的那個... 欸... 那怎麼講啊... 子宮頸開不開 就是開... 內側那邊 是... 然後跟... 外側那邊... 切掉多少 好像... 嗯... 沒有太大的影響 沒有... 沒有... 直接的關聯 但是... 哦... 哦... 所以你昨天說... 可能懷得又流產 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如果他有影響到子宮頸開的... 那個... 口的話... 因為每次我們去餐點的時候 都要開那個子宮頸的... 長度夠不夠啊... 然後有沒有開門 因為他如果開了... 就是... 小朋友就掉出來啊... 對... 對... 嗯... 所以就是... 有... 有可能... 嗯... 機會會比較大... 哦... 那我也... 因為他講說... 他... 因為我第二個醫生... 他就覺得很有... 嗯... 把握很有自信 就是覺得說... 嗯... 應該是... 不太... 還好... 對... 他就說還好... 我一聽到就... 放肆... 又有一點放肆... 對... 比較鬆口氣... 不會那麼緊張... 對... 因為他說的好像... 他很有把握... 所以如果我還要再繼續生的話... 應該是還好... 然後我就覺得... 哦... 那就是真的先除掉吧... 因為我有問他說... 那你的建議是什麼... 他說你這個... 因為已經不是清楚了... 所以我建議就是... 一次就是把它... 處理好... 處理好... 然後... 切... 就是切他們一定的... 規範的那個... 大小... 這樣子... 所以大概切多大...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有專業的那種... 哦... 對啊... 那爸爸的反應... 我又很嚇到... 我沒有跟我爸講很仔細... 我跟我爸... 因為他是爸爸... 也不太好... 太好講這種話... 我沒有跟我爸講了嘛... 我就說... 我就說... 父親前那天... 先不要約吃... 幫我們約... 之後吃... 哦... 因為我那天要去做一個手術... 然後他說使用手術... 然後我就說... 哦... 就是... 一些婦科... 哦... 對... 有一點癌前病變... 然後醫生說... 只要切掉... 就... 應該就沒事了... 我就是要讓他放心... 哦... 對... 不要讓他太緊張這樣子... 就是說... 不是癌... 就是... 病變... 對... 對... 處理好就好了... 對... 我就是跟他先這樣講... 我也不用跟他講得太... 講太細啦... 對啊... 哦... 因為他自己有得過... 比如說像直腸癌... 或者是... 對... 大腸癌... 哦... 對... 然後慢慢有大腸癌... 所以他是... 可能就是... 你只要跟他講說... 哦... 不是... 癌症... 就是... 癌之前的... 病變... 對... 他就會比較... 放心... 所以你算是有病史... 對不對... 癌症病史... 遺傳有嗎... 你有啊... 可能是部位不一樣啊... 對啦... 部位不一樣也是啦... 對... 反正現在就已經發現... 然後處理好... 這樣就OK... 就OK了... 然後之後要再回診... 要把... 就是要密切地回走... 對對對... 要密切在追蹤這樣子... 哦... 我回診就是... 欸... 回診是約什麼... 三個月... 沒有沒有... 回診很快... 哦...又趕快... 追蹤是... 三個月... 哦... 追蹤是... 大概三個月... 是... 要觀察...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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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